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说说明星代言 俗话说得好啊 爱屋即屋 观众呢常常会把对明星的喜爱 转化为对其代言产品的喜爱 可是如果万一明星代言的产品出现了问题怎么办 那最近呢 由小S代言的一款面包呢 就被查出了质量问题 那面对大众的质疑 还有包括指责 小S是如何应对的呢 在这里呢 我要跟所有的大众 至上我最深的潜意 身身一激功 台湾艺人小S徐希莉 为某品牌面包添加香精事件向大众道歉 此前一位先生徐亚金投资这家面包店 小S成为其代言人 也凭借自己的号召力 次处为面包店站台宣传 只要面包店分店开幕 小S一定亲自到场 很多台湾民众一到这家面包店 第一个就会想到小S 这回爆发香精事件 经常提销这家面包店的小S 只能用最低调的方式道歉 并一再强调 自己对于面包怎么做并不知情 我所知胖大人面包就是天然的面包 所以今天爆出这个香精事件 我们真的感到非常的意外 所以完全没有过问说 里面添加了什么东西 其实是 因为如果是投资者的话 我们就是看好这家店 是很不错的 然后就投资了 我们自己吃了也觉得面包是不错的 然后它也主打天然 我们也相信这件事 所以就去推广给大众 因为就爆出香精事件 我真的是时光危机 哎呀 这个代言有风险 明星许谨慎啊